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过敏性皮肤病 一般猫咪吃没有吃过的肉或者更换猫粮后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同时还伴随着搔痒的症状 第三种 皮脂腺 一般这是一种良性肿瘤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继续观察 只要它不继续长大 一般问题不大 如果长大 则建议手术切除 第四种情况 其他病原未生物感染引起的皮肤病 比如说像各种 细菌 真菌 病毒等等 因此 综上所述 如果您在家里 无法判断究竟是何种情况 引起的长痘痘 建议尽快就医交给专业人士进行判断